欢迎来到风华绝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佳南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要说起现在的时代 真的是每天都在飞速发展 也衍生出越来越多的娱乐消遣的方式 可能最轻松的就是看电影 看电视剧和综艺了吧 层出不穷的各种节目 越来越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但是对于很多人而言 最难忘的还是曾经看过的一些经典 说起龙门客栈 大家肯定都很熟悉了 前前后后这部经典之作 被翻拍过很多遍 像是92版本其中的主角就是林青霞 而97版本的又是一次诠释 不过在一些长辈们的眼里 最经典的还是六七年拍摄的那版 当年《易经》播出就引起来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 主角上官林凤一跃成名 他应有天赋的演技 相貌长得也端正 在香港整整火了15年的时间 后来新龙门客栈林青霞的邱莫言 就是以他为原型 说起上官林凤 这个名字在上世纪70和80年代 是一位当红影星 如今却很少人知道了 除非是资深的电影迷才会去了解了 上官林凤原名许致美 出生于台湾屏东 六七十年代在港台电影界 被称为武侠影后 母亲是歌手欧阳如 上官林凤还在读高二的时候 凭借一点舞蹈底子 报考台湾联邦影业公司 从几百人中脱颖而出 之后正式踏入演艺圈 他的艺名听上去就像侠女 事事证明 后来的他也对得起这个名字 1966年12月 龙门客栈开拍 而影片中原定的女主角朱辉 是由郑佩佩出演的 可是郑当红的郑佩佩 被少使拦住不放人 后来片方只能找来上官林凤 出演朱辉这个角色 由于上官林凤没有功夫基础 所以拍摄起来难免会遇到困难 不过胡金泉很耐心地指导上官林凤 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 也是达到了要求 胡金泉导演曾是少使四大导演之一 和李翰祥张彻楚源齐明 在国际上都享有声明 龙门客栈是胡金泉导演 加入台湾联邦影业公司后 拍摄的第一部作品 影片节奏明快 武打动作干净利落 至今看来仍然是经典 在主演了这部武侠片之后 没有武功根底的上官林凤 开始拜师学艺 苦练功夫 龙门客栈上映之后 获得国内外一致好评 在台湾金马奖上获得最佳作品奖 在美国和德国等地的电影节上 都收获满满 电影在多年以后 也被选入中国电影百年最佳影片的行列 可见龙门客栈的成功是导演胡金泉 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徐克是胡金泉的谜底 大学毕业论文研究的就是胡金泉 其中新龙门客栈就是翻拍龙门客栈 林青霞的邱莫言原型正是上官林凤的朱辉 上官林凤拍完龙门客栈之后 立马红了起来 不过他并没有迷失其中 更清楚认识到自己演武侠篇的缺点 就是没有功夫根底 之后他开始拜师学艺 练就了一生的武功 并且还是空手道和跆拳道二段 上官林凤的身手可不是现在影片中常见花拳秀腿 他是空手道和跆拳道二段 虽然在行内并不算是什么高手 但在女演员中绝对不多见 他也因此成为当时台湾主演武侠片的女演员中 少数怀有真功夫的演员 之后他又接连拍摄了《一代剑王》 《烈火》《武林龙虎斗》 《女拳师》等动作片或者武侠片 人气进一步得到提升 在他最为辉煌的十多年电影巅峰期中 他一共出演了六十多部电影 几乎都是以功夫片为主 也因此他得了一个外号叫武侠影后 多年的打拼也为他带来了很多的荣耀 1973年上官林凤由台湾来到香港 瑞加和影业公司主演了时装武打片《马路小英雄》 凭借在《马路小英雄》中的出色表演 为他赢得了第十一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 成为金马奖的第一位武侠影后 当年上官林凤为了演好武侠片学习功夫 70年代他又认识到自己学识不够 当年因为当演员荒废了学习 好学上进的他于1978年选择到美国进修 学习大众传播课程 1980年他重新回台湾并主演了影片《湖海女神龙》 上官林凤在荧幕上飞来打去15个春秋 塑造了70多个性格各异的荧幕侠女 被导演称赞文物双全 1981年主演了台湾电视公司制作的武侠连续剧《甲骨柔情类》 之后上官林凤宣布吸引 1981年 一代侠女选择嫁给一位身无分文外国人 上官林凤留学期间认识了一位美国白人 当时的他还很天真 对电视中幸福的爱情和婚姻抱有浪漫的幻想 所以在南方温柔的公式下就彻底迷失了 他觉得自己遇到了真命天子 自己就是女主角 于是两个人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可惜的是 最终因为文化的差异和观念的不同 这段婚姻仅仅维持十年 这个一心只为家庭付出的他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自己都没从想到会走到这样的结局 自己辛苦的为丈夫做了十年的饭 竟然是这样的结局 后来在采访中说 十年的感情比卫生纸还要薄 水一泡就化了 离婚后他依然定居在美国 并且开了一家中餐馆和一家西餐馆 除了经营餐馆之外 他还会教一些小朋友武术 多年习武的上官林凤说 持续练武可以让人忘记烦恼 并且不断提升自己 2002年11月 美国 中国大陆 台湾 香港的四家电影公司 联手拍摄华谊功夫影片 太极战士 邀请上官林凤复付出 上官林凤客串了由江大卫 陈浩铭等主演的电影 太极战士 在片中客串一位 照顾孤儿长达30年的普世妇女 此后再也没有任何的作品 估计这一次客串 只是上官林凤的一个友情相邀而已 他对于影视娱乐早已经看淡了 同样是武打女性的郑佩佩 和上官林凤命运却截然不同 郑佩佩的恩师同样是胡金泉导演 为他量身打造了大醉侠金燕子一角 成为当时少世最红的侠女 之后又出演了金燕子 玉罗煞 龙门金剑 荒江女侠等武侠片 或封武侠皇后的称号 事业当红之际的郑佩佩 之后选择结婚 没有想到却被豪门当作生孩子激起 90年代完成任务之后 毅然决然离婚 并重新返回演艺圈 和周星驰合作 唐伯虎点秋香 华夫人一绝被我们熟知 不得不说郑佩佩的心运 还是非常好的 前有胡金泉和周星驰 2000年又有李安 凭借卧虎藏龙 闭眼狐狸一绝 战获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女配角 同时近些年也参加过不少综艺节目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性情的侠女 然而上官林凤就再也没有什么消息 在经历了婚姻的变故之后 她消失了 当人们再见到她的时候 已经是2013年了 在颁奖典礼上的惊喜出现 引来了很多人的欢呼 可是大家发现 她却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她了 岁月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脸部也很僵硬 不敢有什么大的动作 只能靠着浓厚的妆来演示 很多人都说已经根本认不出来了 还有人觉得是因为整容过度导致 不管是因为整容还是岁月的痕迹 她已经失去了年轻时候的貌美和灵气 离婚后也是一直一个人生活 经营着自己的餐馆 过着平凡的日子 不知道的人可能不会想到 当年她就是影后 其实生活来说就是这样 总是由你预料不到的事情 如今的她一人单身一人 还自我调侃到 也许是因为我在电影中杀了不少男人 所以现在还嫁不出去吧 祝愿一代武侠影后 一切安好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 请参考 Strafe之登